就在2月24日,Victor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与李子佳再次合作,接下来的比赛,李子佳将再次使用他的龙牙之人征战与谈。 大家好,我是安哥,而李子佳表示,自己对Victor的专业和敬业精神印象深刻,而他们对他的信任及陪伴,让他有病治如归的感觉。 他还感到很荣幸,能够再次回归,并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与Victor能够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勇敢地迎接新的挑战。 而Victor官网也宣布了,他想继续使用龙牙之人及X-82征战来临的德国公开赛。 而随着他的俱乐部成立,主要赞助上级教练陈佳英都已就位,属于他自己的团队已基本完成。 接下来,只要找到场地训练及整合幕后的团队,包括陪连员及医疗团队,就能够开始运行他的俱乐部,并备战来临的德国赛及全英赛了。 那针对李子佳是否能够未免今年的全英赛? 后来,现任教练陈佳英就表示,李子佳必在接下来的两周内达到最好的状态。 那尽管李子佳在亚团赛取了全生,但他不否认,目前李子佳的状态还不是最好,而月份的风波,也让他在训练上的数值有一点落差。 而陈佳英希望李子佳能够一步一步来,在接下来的14天内达到最好的状态,然后征战欧洲赛事。 而李子佳也认为,这次的状态只是在最佳状态的70%左右,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希望接下来李子佳能够尽快组建自己的陪练团队,慢慢的把状态提升上来。 那需要全英赛,基本上就是神仙打架了,先不管能不能够未免, 接下来整个赛季,大家都会把目光锁定在他身上,那只有尽快调整上来,才能达到世界前五的目标。 那至于德国公开赛,世界各地的好手基本上都有参加了,其中大马男双的千云真的是很过分, 五组男双被挤到了一起,完整第一场就与飞丁对决, 无畏升级刘异成将会对上谢苏组合,胜利的两组又会在第二圈队上, 如果星雨组合成功战胜两个对手,八强就会是星雨对战这四组中的其中一组。 不懂这次比赛的抽签是怎样进行的,为什么马来西亚六组的代表中,五组选手会被挤到一起? 许多球迷都开玩笑讲,不如现在大马分出胜负了才派代表过去更容易一些。 虽然说这样,也表示大马很大可能会有代表晶级四强, 但真的是非常令人惊讶,但是好像是大马公开赛了, 不管怎样,只是希望他们都各自加油了。 而南丹方面,利之家和安东森很大可能会在八强相遇, 而黄志勇的晶级之路真的是困难重重, 首拳就对上印尼的约纳丹,四拳就可能遇上困难哦, 而同个区的还有洛建佑、杨灿及陶天仙都, 黄志勇真的一场一场的打了,希望他能够打出惊喜就对了。 而这女双,乐迪和徐家文及林秋仙组合如果能够在首前战胜各自的对手, 他们就会在十六强相遇,而胜利的一方, 很大可能就会对上中国的陈青城及贾亦凡。 而刚刚从冠冰中恢复的迪纳,也对接下来的赛事非常期待, 虽然会对上强迪,但是他认为这是很好的机会来考验他们的水平。 而混双方面,大马有五组代表,其中王耀星及吴柳莹更是第一次合作参加比赛。 吴柳莹就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德国赛替全英赛热声打出他们想要的配合, 期待他们的表现,也希望其他的混双如白糖组合也能够打出惊喜。 而德国公开赛将在3月8日开打, 而今年的首个重头戏全英赛则会在3月16日开打, 到时候同样会有各国最强的对手来参加比赛。 而南丹未免冠冠军黎子佳这次的争图同样不简单, 首选就会遇上日本的西本拳台, 而如果晋级,可能会遇上杨昌或泰国的西底空。 而如果陶田能够战胜Wittinghurst, 黎卓耀或许光系之间的胜者, 两人就会在八强相遇,重演上界的比赛。 而同个区的还有洛健佑, 他在首选就对上安东升, 而胜者四选可能遇上拉萨升, 而如果能够追踪晋级半决赛, 就很大可能会与黎子佳和陶田之间的胜者相遇了。 对此,黎子佳表示, 他当然希望能够未免这次的全赢赛, 但现在的目标是至少打进四强先, 然后再继续冲刺。 大马还有南丹刘国伦在首选就对上法国的POPOV。 在南双方面, 随着台湾有几组选手退赛, 陈建民及陈伟强也成功踏上末班车, 让马来西亚又误制南双征战全赢赛。 其中, 首次参赛的万针组合在首前就遇上了日本的世界冠军小宝组合, 而胜利者很可能会对上双城组合, 他们之间的胜者则有机会与新鱼组合在八强相遇, 也就是说, 小宝组合如果要晋级, 很可能一路上都是与大马的对手交战。 而万针就表示, 他们非常清楚日本组合的强大, 并且会努力打好自己的东西, 并同时吸取比赛经验, 而雷西也要两人珍惜这次的机会, 不要想太多, 并更勇敢的向对手发起挑战。 另外, 谢苏组合也是在首前就遇上2016全英冠军俄罗斯的高塔组合, 如果紧急就会遇上去年的世界亚军弹枪及合计停和飞钉组合之间的胜者。 而女双方面是有乐迪组合参赛, 在首前就对上日本五号种子松本麻油及永元赫可纳。 而混双大马也同样派遣的五指代表, 白糖组合在首前就对上世界冠军, 争途非常不简单, 他们之间的胜利者则是很有可能对上吴顺法及赖杰敏, 而这也是网要星及五流银搭档的第二项比赛。 那我们接下来祝福我们选手的表现吧, 希望他们在来临的比赛中, 加油! 另外,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也是搞得人心惶惶, 特别是欧洲方面, 预料也是会特别小心。 那虽然德国与乌克兰还有一段距离, 但一切还是小心为上, 希望到时候不要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就对了, 那也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快点结束, 乌格兰的子民们也没必要再遭受这场战乱的痛苦了。 感谢观看